嗨,我是Kate,我们聊聊AP生物 AP生物课适合未来打算学习医科,营养学,康复学 还有大家可能比较陌生,就是学统计学的学生也会选择生物 AP生物的学习内容中呢,涉及到大量的专有名词的记忆以及定义的记忆 不要觉得枯燥,实际上在AP考试的时候,只要写出准确定义即能得分 同时呢,想要学好以及考好AP生物,还需要同学进行大量的阅读 并且会分析图表及设计实验 那么值得开心的是,AP生物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比如说加拿大Queen's Health Science要求 如果AP生物获得4分或5分,即可以换取该专业生物102、103的学分3个 那么美国的John Hawkins规定AP生物如果获得5分,注意必须5分 就能换取大学一年级的两门生物课的6个学分 那我们的AP生物老师呢,同样是资深的AP讲师 也是College Board的AP Bio的判卷人 同时呢,在上课过程中,为了加强学生对生物实验的 理解跟操作,我们会使用线上的模拟实验室 来确保学生学懂并写得5分 那么AP生物跟化学从内容上都是具有相当难度的科目 因此我们都建议学生要从6月份的基础班就开始上起了 AP生物想获得5分,它对准确率的要求略高于化学 要求78% 加油